在关注台湾大选前哨站着蓝绿白的阵营力拼 2024大选 三位的参选人侯友宜 柯文哲还有赖清德 27号都受邀出席了女董事协会论坛 而为了要抢公赴女票 三个人还不约而同地聊起了生活话题 也希望拉近于选民之间的距离 另外国民党为了拼明年的立委习次过半 党内建议将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列为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有助于冲高政党选票 2024台湾大选战况激烈 国民党的侯友宜 民众党的柯文哲 以及民进党的赖清德 27号受邀出席女董事协会举办的论坛 虽然三人都巧妙避开覆灭时间 但不约而同谈起生活琐事 要博得好感 抢公妇女选票 但是我有答应过来一件事 他只要我回家 民主办 我一直在通过大国期望 侯友宜 柯文哲和赖清德 同场不同台 抛出的性别评选政见 只能隔空交锋 而明年台湾大选 也将一同举办立委选举 国民党喊出要拼过半喜次 来引人事建议将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列为不分区立委名单 不仅有助于冲高政党票 对于侯友宜的选情也有帮助 我个人是赞同的 如果把韩国瑜列为不分区的第一名或者是安全名单 那么有助于冲高投票率 我都谢谢各方的建议 也欢迎大家推荐优秀的人才 他一定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埋伏笔 不到最后一刻不先抵台 然而韩国瑜已表明当蓝白合作的重要推手 不论立委选举是否入局 2024这一仗都不会置身事外 凤凰卫视彭世廷 金敏怀 台北报道